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龟背竹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龟背竹啊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室内绿植 摆在家里非常的大气 因为它的整个苗株形是很霸气很大的 它很吉利很吉祥 它的叶片呢好像乌龟的背一样 因此啊有着长寿的寓意 所以很多人喜欢养它 那这种植物在家里养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花友就发现啊 它的叶片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枯叶和黑叶的现象 而且有些人啊养怎么养它都不开背 这个就叶片斩不开不漂亮 还有些花友直接把它养死了 非常的可惜 其实出现这些原因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龟背竹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啊 应不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龟背竹的各方面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它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龟背竹的盆栽 那我们首先说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龟背竹这种植物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龟背竹它是一种喜阴植物 它不喜强阳光 如果大家把龟背竹一拿回家 就摆到南向阳台去曝晒 那么非常容易直接把它大面积的晒伤 因此啊 它是不能接受曝晒的 那是不是说龟背竹啊 它一点阳光都不需要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养在一点光照都没有的卫生间里面呢 能不能养这种环境呢 答案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虽然喜阴不代表它一点光照都不需要 它比较需要的是这种明亮的温暖的柔和的散射光 这种散射光是指的 指的没有白色的光斑撒在它的叶片上 但是呢 光通过折射之后产生了一个明亮的环境 然后呢 反复的慢反射 然后撒到它的叶片上 这种光线龟背竹是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养龟背竹的时候呢 你可以靠着窗户近一点点 但是呢 只要确保没有光线直接撒到它的叶片上就行了 那这种环境就是龟背竹最喜欢的环境 好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龟背竹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龟背竹如何浇水呢 卖龟背竹的花商最喜欢浇你 说你买回家啊 三天浇水一次 五天浇水一次等等这种 说你几天浇水 这都是错误的方法 这很容易让新手花有进入误区 因为啊 比如说你济三天浇水 对吧 春夏的时候可能这个土两三天干了 你这样浇没关系 但是到了冬天了 冬天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干 一个月都不干 你还能三天浇水吗 如果你还这样浇啊 很容易龟背竹就直接浪根死苗了 这是因为龟背竹的根系 本身就是带有一点气生根的肉质根 它肉质根挺多的 气生根挺多的 这种情况一浇水就浪根 所以龟背竹是一种怕积水比较抗旱的植物 因此给龟背竹浇水有一个通体的技艺 叫做宁少物多 就是我给它浇水的时候 我情愿少一点啊 也不要过多或者长期大量的浇 很怕浪根的 那具体到每天我们怎么给龟背竹浇水呢 我教大家你不要去济几天 而要采用观察土壤的方法给龟背竹浇水 意思是说在浇水之前啊 你可以去看看它的土 看看它的土干没干 如果土明显是湿的 或者你用手摸一下这个土 一摸感觉土湿漉漉的 那么不管过了多少天都不要浇 听得懂我说什么吧 比如说冬天可能过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还是湿的 那我这一个月都不浇水 知道吧 它不会死的 你放120个星 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通过观察土壤 去增加自己的浇水经验 那如果说我用手一摸 这个土干了 很干燥 而且底部也没有什么潮气传上来 这就代表龟背竹的土壤 差不多干透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立马给它 把水浇上就行了 你长期保持这种摸土干了 再浇水的浇水方法 保持几次以后 你大概就知道 当下的季节几天干了 几天会干透 这样你就会形成了 一个几天浇水的记忆了 那这种记忆是经验得来的 不会出错 而不像有些人一开始就去记几天交 那根本就不是经验 下面我来说一下 龟背竹土壤要求和换盆技巧 那龟背竹对土壤有什么要求呢 它对土壤的要求是比较少的 普通的田园土是可以种的 营养土也能种 不过呢 我个人推荐大家家庭粉栽 你能用营养土种 就用营养土种 为什么呢 营养土说松 透气 肥沃 除菌除虫 家庭管理难度小 特别是透气对龟背竹很重要 因为龟背竹它是一种气生根植物 它对透气性是有很高要求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这个花盆裂了 我是故意不换 为什么 我就是希望它裂开一点点 气能够贯通吹进去 龟背竹就喜欢这种环境 你裂的越多 它越喜欢 你知道吧 它不容易浪根 所以它喜欢透气性 那但是呢 田园土透气性才差了一点点 家庭盆栽能不用田园土 就尽量不用 寄好了 这是土壤要求 再来说一下 第二点 它的换盆技巧 我们家庭盆栽 龟背竹多久换一次花盆呢 不用换得太勤 龟背竹啊 它如果有一些根系长出花盆外 没有关系 这个是它的气生根 这种气生根 可以吸收空气里的水分 知道吗 所以它根系 裸露在外面都没问题 所以你不用给它换得太勤 一般我们家庭养龟背竹 养到两到三年 换一次花盆就可以了 知道吗 你换得太勤 花盆太大 还相反容易积水浪根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讲解一下 龟背竹的透气性要求 那这种植物对透气性要求高吗 我教过大家 植物的叶片密度越大 对透气性 一般来说就越高 那你看龟背竹的植物叶片 密度是很小的 所以它对透气性要求并不高 而且非常优秀 就在于密闭的空间 龟背竹也能养 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 你家里是封闭阳台 你完全可以养龟背竹 甚至你把它养在书房 养在卧室都可以 只要有充足的散射光就行了 哪怕空气流通比较差 龟背竹也是可以健康存活的 所以这一点对家庭养花来说 是非常优秀的特点 好的 我们接着来说龟背竹的施肥技巧 那家庭养龟背竹要施肥吗 答案是肯定的 很多花油养它从来不施肥 是错误的 因为土壤啊 花盆里的这个土壤 内部自带的肥料 从种下去开始 两到三个月 就会全部被它吸收殆尽了 你后期再养龟背竹 就是靠天长了 知道吗 完全没有养分了 生长速度会大大的受限 它开背的速度也会受限 那我们怎么促进龟背竹生长呢 就是要靠施肥 肥料具体怎么施呢 我教大家 在龟背竹的一个养护过程当中 我们呢可以使用的肥料叫做它 它呢是高浓缩营养液 它的好处就是它是液体肥 使用之后可以迅速被龟背竹吸收 此外呢 它还是一种均衡肥 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蛋 磷 甲 以及还额外添加了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因此它具有全面促进龟背竹生长 而且还能预防龟背竹生病 增强它的抗逆性的效果 所以这样的肥料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一定要用 但我们具体怎么用呢 不论是春夏秋冬 因为龟背竹是一种室内养护的盆栽 什么季节啊 都不管 你只用记住 每隔半个月你使用一次它就可以了 怎么去用我教大家 用的时候呢 准备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你把它打开 像这样 打开之后呢 这个瓶盖就是一个啊 这个撑凉的工具 我们倒一瓶盖的营养液 一瓶盖的营养液 对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给它搅拌搅拌 搅拌之后呢 给这个花浇灌进去 每隔半个月 像我这样浇灌一次 明白吗 半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 你就能确保龟背竹 有一个充足的养分 持续的能够供给它的生长 所以说施肥极其的重要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龟背竹的过冬技巧 那我们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龟背竹 它是一个热带植物 是热带植物的代表 所以它特别的怕冷 但是它在南方 注意是可以露天户外过冬的 虽然怕冷 但是南方它可以 所以它具备一定的抗寒性 所以如果您居住在南方 龟背竹其实是可以 户外露天 露天过冬 就是你不需要给它 做任何保温措施 明白吗 但如果是北方的话 您不用考虑了 你常年都是养在室内的 你不要打算冬天把它搬出去 会冻死它的 希望大家记住了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龟背竹的修剪问题 龟背竹这种植物呢 我们在家庭盆栽的时候 不需要特地的去修剪它 没有吗 你不用特地的剪 除非说是遇到什么呢 比如说这种黑叶干尖的问题 这种问题呢 它上方很有可能携带病菌的 如果我们不剪呢 它有可能继续传染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我给大家举了这个例子 如果看到它出现黄叶啊 干尖啊枯萎啊 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一定要果断的把它完全的修剪掉 就是把黑叶的部分你直接给它剪掉 多剪点都没关系 把有病害的部分完全去除 并且这个剪下来的东西啊 叶片你要扔远一点 知道吗 不要把它丢到花盆的旁边 否则也会传染给植物的 所以有多远扔多远就行了 所以除了这种情况 你需要去剪它 龟背竹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好的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龟背竹的病虫害预防和治疗的问题 我们家庭盆栽的龟背竹如果说出现了大面积的啊 生虫子 或者说是生病啊 这种情况我们要处理 但你不需要对它做预防 知道吗 因为它生病生虫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我们发现它已经长虫子了 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你可以用它 叫做呢 比虫林 看到吧 比虫林是一种广谱形的植物杀虫药 我们家庭养花常见的虫子 它都是可以杀灭的 所以有虫子你就用它就可以了 除了比虫林以外 如果你家里有浮虫胺 浮虫胺也可以用 记好啊 这是比虫林 那如果说是病害呢 就比如这种枯叶黄叶 这种黑叶这种现象 如果是植物病害 我们也可以用药 但不能用杀虫药了 植物病害呢 要用杀菌药才行 我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它 叫做本甲笔作纸 本甲笔作纸 本甲笔作纸呢 是一种强力广谱的植物杀菌药 当植物有病害的时候 我们把它对水歇逝 喷洒叶片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一期啊 关于龟背竹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呢 大家就可以收看到 我更多的养花教程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